注意看迷你世界中最可怕的食物 它共有三种颜色 此时我手中拿的是紫线元宵 如果不慎吃掉 就会变成一只怪物 窝窝兽 那么如此可怕的元宵 究竟是谁把它带到迷你世界的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的元宵 共分为三种口味 从外表来看 它们分别为紫黑黄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每种元宵都拥有它的功能 比如说现在手中拿到黄线元宵 只要我们人类吃掉它 就会变成一只皎洁的迅鹿 但是我们的攻击力就会消失 相同的速度就会变快 如果你们不是吃掉紫线元宵 那你可就比较惨了 小伙伴们你们看 瞬间变成了嘟嘟鸟 它可是野兽中最弱的存在 那么如此可怕的食物元宵 究竟是谁把它带到迷你世界的 今天我和学姐 发现了带元宵来到迷你世界的这个人 它的名字叫做萧元二 它家开的就是元宵铺子 并且萧元二 它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元宵 一口两口三口四口 它就吃掉了一整碗元宵 并且官方大大说 在它的身上飘散的就是元宵 所以说迷你世界中最可怕的食物 可以把人类变成怪物的元宵 就是萧元二 把它带到迷你世界的 你们知道了吗 在我家有疯独的 感谢观看